娘俩又干了一瓶,上中国就来蹭吃蹭喝,还蹭按摩 一瓶 他一生这样的老丈母娘,那也是没法了 某人精老丈母娘说,这辈祝他早日找到新的中国老公 这旧的还没整明白呢,来不来又要找新的了 这不我跟他说,按照我们的酒文化 把瓶底这最后一口酒留给对方,代表着幸福的福底 结果他来了一句能把人气死的话 多气人吧 他说那咱们的酒文化不一样吗 找到新丈夫,当然幸福了 不过我心话了,你这丈夫可不好找 还得高,还得帅,还得浪漫 最主要的是,还得能陪他喝酒,还得喝红酒 所以我说,那些想娶磨人精老丈母娘的哥哥叔叔们 你们提前最好先练习练习酒量 丈母娘戴个眼镜了 第一个眼镜,第一个瓶红酒就来吃来了 天天来,天天往中国跑 哦,赖达 知不知,为什么她来到中国? 因为她在买了我们,因为她在买了我们 因为她在买了我们,因为在买了我们 我这就说得了 要说人情事故这一块,那磨人精老丈母娘给你拿捏的是死死的 纳斯加说他来中国为了吃喝和找老公的 结果人家说来中国是为了他的粉丝朋友们 这是高手 这是高手 人家俩今天又喝开心了 在桌上就午吃上了 俄罗斯菜太贵了